证实了 谷天乐和黄继莹隐婚生子 儿子已经10岁 一家三口合照泄露 超幸福 近日 谷天乐 隐婚生子的瓜又开始在各大论坛流传开来 信息最初起源于一位港圈余记的爆料 这位叫做Michael的记者似乎深谙香港娱乐圈的内部消息 经常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制作的一款名叫做《娱乐播花生》的节目 畅谈自己对娱乐圈的见解 还会经常回复网友的提问 可以说是有问必答 知无不言 两天前 一位网友在评论区问起了谷天乐的感情状况 没想到该余记语出惊人 直接爆出谷天乐已经隐婚生子的消息 称谷天乐结婚的对象是黄继莹 两个人还有一个10岁的儿子 紧接着有网友质疑余记的消息 称谷天乐和黄继莹早已分手 该记者继续放猛料 称两个人已于8个月前离婚 爆料一时激起千层浪 不少网友觉得谷天乐隐婚生子离谱 也有少数网友认为 如果她的结婚对象是黄继莹的话 确实也是在情理之中 黄继莹是谷天乐自出道以来唯一承认过的公开女友 1994年 19岁的黄继莹参加港姐选举 获得最上镜小姐 之后便签约无线电视 受到力捧出演了《河东诗吼》中的苏小妹 凭借娇俏的外形受到瞩目 后来她在餐宴 餐餐有宋家时与谷天乐相识相恋 由于刚出道就曝光恋情 黄继莹的事业也受到一定影响 谷天乐出道多年一直保持着单身贵族的人设 纵观她的演艺生涯 曾与不少靓丽女星合作过 但是谷天乐却悬少与异性传出绯闻 唯一一位与网友组成CP的还是萱萱 不过两个人也多次表示 私下只是亲密之友的关系 感情上并未越界 所以作为唯一被谷天乐承认过的女友 黄继莹在谷天乐心目中地位视同非同一般 1994年 黄继莹参加当年的港姐选拔 最终凭借优越的外形和熟型的气质 斩获了最上镜小姐的称号 起初两个人的感情一路进展顺利 只可惜最终也没有逃脱七年之痒的魔咒 在相爱的第七年最终选择分道扬镳 对于两个人的分手原因 双方均未明确地给出回应 不过一旦被问及到与谷天乐有关的话题 黄继莹都会表现得相当的豁达 从未借机数落过对方一句 而谷天乐大多时候都选择避而不谈 正如他此前所表示的那样 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 没有必要再说了 而且谈起这段感情只会让前女友不开心 早年黄继莹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谷天乐还主动伸出援手 帮助他一同攻克难关 后来的黄继莹逐渐从娱乐圈断引了 手下经营着一家美容店 但是感情上一直单身 而这些年来 谷天乐也一直都是单身 此前谷天乐在拍摄《使徒行者2》的时候 剧组曾在西班牙与缅甸去景拍摄 好巧不巧的是 当时的黄继莹也同时在这两个地点出现 所以两个人被传印秘密隐婚 大部分网友也并不吃惊 可能是看到此事已经掀起不少的舆论波澜 这位爆料的余计4月8日起 却改口否认 声称自己从未说过古仔的爆料 不过并没有声称此前自己所言说虚 所以谷天乐和黄继莹隐婚这一说法依旧存疑 后期大概率会有网友进行考证 如果爆料的确属真 也足以证明 谷天乐与黄继莹都是足够长情之人 年轻时期的爱恋本身就让人刻骨铭心 两个人能够破镜重圆 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52岁谷天乐庆创业十周年 携旗下艺人欢聚 女艺人各个是貌美如花 谷天乐出席公司十周年庆典 2月份 知名男星谷天乐举办了一件大事 他时隔多年以后 再次将旗下所有的艺人都聚在一起 一同庆祝他的艺人公司成立十周年 同时也是在庆祝他创业十周年 现场非常的大 到场的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明星 为了将十周年的庆典举办好 谷天乐特意地花费了大价钱 邀请大家参加千万非常高级的酒店参加庆典 所以现场的氛围做得很不错 颇有大公司的风范 谷天乐圈内的好友也纷纷现身 虽然不是谷天乐旗下的艺人 可是他们也带上了祝福 前往庆典现场给谷天乐庆贺 其中包括周润发的前妻于安安 冯德伦 熊戴林 各大豪门阔泰 单身优质女性等等 基本上都出现在了谷天乐的公司庆典现场 让谷天乐感到受宠若惊 的确 谷天乐在圈内的人员一直非常好 非常的更加深受异性的欢迎 无奈的是 谷天乐一直单身了多年 让身边的异性无从下手 颇为让人感到可惜 不得不说 出席谷天乐公司周年庆典的艺人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是相当的高的 奇怪的是 嘉宾大部分都是女艺人居多 据悉 谷天乐在2014年创立天下one call公司 旗下签约的艺人约为50名左右 几乎涵盖了香港娱乐圈众多的知名艺人 其中包括林峰 萱萱 舍世曼 江浩文 张继聪 郑雪儿 罗浩铭 李凯贤 徐伟洞等等 在香港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和谷天乐一同合作 因为谷天乐的确是一位不错的老板 谷天乐投资的电影 这些年来 谷天乐不仅自己当演员 他也投资拍摄了不少影视作品 其中包括《沙破兰2》 《契听风云3》 《单身男女》等等知名作品 是圈内不可多得的即演技 投资眼光于一身的男性之一 在谷天乐公司周年庆典上 谷天乐非常开心地和各位艺人一同合影 他笑容端庄大方 看起来非常具有老板的气势 气场相当强大 而谷天乐虽然占据了C位 可是他旗下的艺人个个都笑容满面 气氛非常活跃 让人感受到了谷天乐公司这一个大家庭的美好 的确 打工本身是一件不太快乐的事情 可是如果拥有一个好老板 打工也未必不能够让人快乐 何况对于谷天乐而言 他旗下所有的艺人并不是为了他打工 而是与他一同合作 他对待同事也好像是对待朋友一般 平等交流让人不会产生上下级的距离感 在谷天乐的公司内 更加不可能会发生任何潜规则的事件 所以年轻漂亮的女艺人还是很多的 举悉 谷天乐出生于1970年的香港 老家是在广东中山 谷天乐小的时候生活非常贫穷 15岁中学还未毕业 就被迫出来打工 谷天乐做过麦当劳的送餐员 做过安保 做洗过碗 还做过搬运工 早年的经历更加是一言难尽 比很多人小时候都要过得更苦 1991年 21岁的谷天乐迎来事业的转折点 他开始尝试给明星拍MV做演员 还曾经在张信哲的MV《爱如潮水》中担任跑龙套 还在刘德华 黎明等等艺人的MV中获得了出镜的机会 也让谷天乐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变化 1994年 24岁的谷天乐正式进入了TVB 开始跑龙套算是正式开始了他的演绎之路 幸运的是25岁的谷天乐就获得了《神雕侠侣》的主演机会 从此一炮而红 成为了圈内名副其实的一线男星 也终于从跑龙套到成为了不亚于张信哲 黎明等人的大明星 甚至还能够与刘德华比肩相当的励志 总而言之 总之谷天乐的一生颇为精彩 他早年贫困 跑龙套多年 最后逆袭成为了圈内顶流 实在是非常不得了 如今谷天乐52岁 已经是50多位艺人的老板 他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实在是可喜可贺 最重要的是谷天乐热衷于公益事业 有见效狂魔的称号 更加让人钦佩 或许对于谷天乐而言 唯一不足的是他一直单身多年 年未过半百还未结婚生子 让粉丝颇为着急 希望接下来谷天乐能够开启自己生命的新篇章 沙千企之一 九十多维码 余成为後 새会友好